金融新闻披露 近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新疆四地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八名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在这批被执行死刑的八名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中 玉山江 吴徐尔等三人 是天安门1028爆恐袭击案中的主犯 这个团伙从诞生到覆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他们的目标一直很明确 就是搞暴力恐怖袭击 1028案件发生后 办案机关在这一恐怖组织在北京的落脚点 在新疆的住处以及电脑手机上 搜出了大量宣扬暴力恐怖活动的音视频 2012年5月 玉山江 吴徐尔与直接制造1028恐怖袭击案件的 乌斯曼艾山相识 这一恐怖组织开始逐步成型 办案机关从乌斯曼艾山的手机和电脑里 找到了一些视频 视频显示 乌斯曼艾山不仅焚烧中国国旗 还对着镜头侮辱并焚烧 包括美国 英国 德国 埃及 马来西亚 达基斯坦 乌斯别克斯坦在内等数十个国家的国旗 视频记录 这一恐怖组织还先后多次 在乌鲁木齐市郊区的一处荒山 进行暴力恐怖袭击前所谓的行动宣誓 随后 玉山江 吴雪尔和乌斯曼艾山等人 先后多次到伊犁和库尔勒等地发展成员 寻找武器和制造爆炸物的材料 图谋制造恐怖袭击 2013年10月3日 乌斯曼艾山 玉山江 吴雪尔等人 乘坐一辆车牌号为新A45559的越野车 从乌鲁木齐动身 10月7号到达北京 他们多次到天安门广场踩点 策划组织实施恐怖袭击 后来 乌斯曼艾山与恐怖组织其他成员发生了矛盾 玉山江 吴雪尔等人离开了北京 2013年10月28号十二时许 乌斯曼艾山等三人驾驶越野车 连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行人 造成三名无辜群众死亡 39人受伤 该车在撞上金水桥后爆燃 车内乌斯曼艾山等人当场死亡 玉山江 吴雪尔等三名案犯在新疆被警方抓获 法院判决认定 玉山江 吴雪尔等三人 尽管1028案当天不在现场 但是作为恐怖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们应当承担该恐怖组织造成的所有损害后果 玉山江 吴雪尔等人 从一开始就与乌斯曼艾山一同策划实施暴力恐怖袭击 而且他们也为这一行动的实施积极集筹备资金 其中主犯玉山江 吴雪尔和古利纳尔托乎提尼亚兹夫妻两人 出了2.7万元 据专案组成员披露 1028案爆恐团伙的一大特点就是残暴和人性的泯灭 残暴和人性的泯灭 让这个恐怖组织的团伙成员从人变成了魔鬼 法院终审裁定认为 玉山江 吴雪尔 玉苏府 吴美尔尼亚兹和玉苏普 艾赫迈提等三人 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社会危害性极大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影响极坏 应依法严惩 恕罪并法决定分别判处三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核准 多行不义必自毙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会真切的体会到 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 反社会 反文明的刑警 他针对无辜的平民 不分老幼 不分民族 也不分宗教 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法律是不容挑战的敌线 对危害国家稳定 危害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行为 依法严惩 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